主席 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结构 我们的这个状况 这个刚好相反 再下一页 这一页是一个图 这个图形说明了 我们的企业的制造业的附加价值 20年来 从29.4% 一直降到21.3% 可是利润率 你可以看得到 它下来以后上去是有波动的 可是最近 它还是回到了6.6% 从这个过去的6.6% 回到6% 所以它利润率 整个长期而言是 是没有太大的变化 虽然有波动 它还是维持 企业的附加价值率 一直在下降 利润率在维持 那我们再看下一页 回到前面这一页 人事的支出 巨幅的下跌 税负的支出 间接税的税负支出 也是巨幅的下跌 那结果呢 就变成了一个 一个统计的一个图形 那个表 我们那个前面还有一个表 刚刚开始了 你看到整个利润率下降 0.6% 附加价值率下降 8.1% 我们的产业的竞争力 创造出 你说这边要考创新产业 可是我们的产业 增加的附加价值是有限的 那结果出现了一个什么问题 它只好从cost down出发 然后我们政府不断的给它 租税的优惠 结果呢 政府今天财政窘困 所有的社会问题都出现了 而在另外一方面呢 我们的员工 劳工的这个待遇呢 薪急呢 也没有办法增加 你站在金建会这样子的一个立场 你面对这样的问题 你替政府提出了什么样的一个方案 这先跟一位报告 我到金钱位是2月 我们提出了好几个方案 我包括船厂维新 包括台商回台 还包括目前在规划自由经济示范区 那当然我们帮院里面做的幕僚 包括景气方面的 就业方面的 物价方面 我们都在做 那基本上您刚刚提到的几点指教 我要跟您补充一下 您说创新跟附加价值 过去十年来 我们的R&D占GDP的比重不断的增加 照道理来讲 我们的创新的表现应该很好 但是为什么附加价值没有增加 因为我们创新的结果 我们的制造通通通都在外面 这是过去十年来这样子的 所以为什么今天要再把产业找回来 因为R&D跟制造结合在一起 才能够把那个您也了解 那个总要素生产力 我们过去是全东亚八个国家里面最后一名 那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我们创新研发的结果 通通都在别的地方生产 所以这个部分是结构性的问题 您提到的 我们的贸易条件一直在恶化 不好 那这个都是事实 所以这是一个结构性 那为什么传产要让它违新 就是要让它business model要创新 但是我跟你再说一下 因为这个表并不是很充分 时间不够 但是你从另外一方面看 劳动生产力一直在增加 是 那为什么会这样 那个是因为资本投入的关系 那就是像我们的IC业者 但是我从另外一个再跟你说明 其实劳动生产力增加 如果在虽然是资本投入 但是这个分配本身 是 就到资本方面去了 你不应该只是资本 你如果看美国的这个劳动生产力 跟它的薪资的结构的关系的话 他们是同步的 虽然美国也是大量的资本投入 每一个国家都是资本投入 但在分配上面 它必须要某种的合理性 这个了解 那在另外一方面 你刚刚讲的R&D 我们的科技专 科专之所以在总 在这个 跟行政院长在咨询的时候 他也承认这个事实 事实上国科会也承认 就是我们当初的科技的发展的支出 中研院也好 国科会也好 它的支出是不断的成长 但是您自己过去负责的经济部 科专计划 却是不断的删减 结果没有错 总的数量来讲是增加了 可是它用于生产力的改善方面 就是创新方面 它反而是延缓了 因为你做国科会 你做中研院做的是基础建设 基础研究 它没有办法立即转换成产值 附加价值 所以这个整个的 我是所以才请问你 金建会 你在这方面的看法是如何 让我们的企业的附加价值增加 同时能够改善我们的劳动生产力的条 劳动的条件 而且也可以让国家的税收增加 这个是你的一个大工作 所以从这个报告出来 我看不到 所以我是希望 可不可以金建会过去 以后回去啊 在这方面多琢磨一些 您担心关心的是这个问题 是是 好不好 是您的指教非常正确 我们会 我们还有时间有限了 所以我想请问一下 您看到离岛基金建设条例跟花洞建设 这两个条例里面 这个两个基金的角色有什么不同 因为这个离岛建设跟它主要的目标 我想顾名思义 我们时间有限 我就跟您讲 直接讲明白了 这两个基金 一个是规范了你的基金 最低规模要400亿 请问我们的离岛建设基金 现在规模多大 我看不到资产负债表 法律条例规定 最低400亿 离岛那个已经都拨充 都已经是完 有没有400亿 300 它的法律规定 300亿 有没有300亿 有 有300亿 有300亿 那 但是花洞呢 花洞才刚开始 那它是400亿 那今年的话呢 它是40亿 明年是25亿 我知道 但是花洞它的性质是什么 性质不要 花洞它说 它说的是300亿 对不起我老师告诉你 400亿 花洞是400亿 但是这个400亿 它没有讲是最低 它只讲总波额 但是花洞它又同时加了一个叫做永续 是 所以我看到你的这个支出 我很担心 它是一个永续基金吗 它是一个永续基金吗 基本上 跟李永远报道 这个永续有两个层面 一个就是说 它的钱是在让花洞跟 花洞地区能够有一个永续的发展 我们主要的着重点 它有它的公务预算 所以我们这是补公务预算不够的地方 那我们的重点是在让花洞 维持一个永续发展的一个环境 这是一个 第二个这个基金 基本上我们希望它能够永续 能够长久一点 所以为什么里面我们摆了 就是说有一部分的经费是用来做投资 有一部分的经费用来用贷款的方式 而不是补助就把它补助掉 我不反对 但是我希望你要重视它的永续性 就是你说法律的要件里面 我为什么担心这个问题 就像当初我们WTO有个农损 WTO农损以后政府拨了千亿下去 现在一毛钱都不剩 但是WTO依然存在 农损依然存在 你的使用的方法如果错误的时候 它不具有永续性的话 我们财政是没有办法负担的 所以我希望你在这个花洞这个部分 你要强调那个永续性 不是说每一个计划进来 你都要核准 你要让它永续 你语重心长的 这个部分我们会虚心来接受 谢谢